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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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醫師 我們這邊有冰箱 你再幫我們看一下 很多人在冰箱裡頭 其實都會犯一些錯 尤其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沙門石菌在蛋殼外面 但是蛋 包括擺的位置 或者肉等等 在冰箱 大家都覺得好安全 就這樣嗎 沒有 其實蛋有幾個問題 你看看 我們蛋架很多都放在 其實門 是溫度變動最快的部分 因為它被打開 它就跑到外面來了 裡面這些東西 溫度是比較穩定的 所以容易壞的東西 是不允許放在這邊 這邊比較適合放什麼 什麼醬油那些東西 它本身有一定的防腐能力 譬如說它加了很多鹽巴等等的 像你剛才 我們剛才講的那種 容易壞的東西 你擺在這邊 它會出乎意料之外的腐敗 讓你拉肚子上土下泄的機會都有 尤其是說像魚 肉這種 腐敗起來會很糟糕的 結果的東西 更是要擺在 不能擺在門邊 你就要擺在裡面 其實在有一些日式冰箱 它開始出現降溫的概念 降溫庫的概念 所以它會有隔開一個小的地方 然後號稱說 可以快速地把它溫度降下來 如果不是這樣的冰箱 其實大概就是你買了凍魚 放在冷凍庫 你買的是軟的魚 冰鮮的魚 請你放在冷藏 一兩天直接把它幹掉 OK 因為你要靠你家裡的冰箱 來降溫測有困難的 你說蛋一方面是因為 它怕溫度上上下下的變化 放在門邊容易變化 另外一個 是不是也跟我們這樣子 關來關去 震動各方面 有關係 對 因為蛋它其實是一個活的細胞 這個活的細胞 什麼時候會老化得很快 或死掉或幹嘛 就跟你的震動有關 你其實可以比較一下 譬如說你同樣買一些蛋 你把一半放在蛋架上 一半放在裡面 在家裡做實驗的概念就對了 你放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說 這個放在蛋架上的蛋 你去煮的時候 它產生很多這個 外面有比較 綠 黑色的 所謂的硫化芽鐵的部分 這個代表這個蛋已經 因為你的震動等等的原因 它變得比較老化 這樣嗎 你放在裡面的蛋 你去煮起來 不要煮太久 其實它這個 綠化芽鐵形成會比較少 代表這個蛋還是比較新鮮 所以觀眾朋友可以自己試試看 另外我想問 像我們這個冰箱裡頭 真的可能 就跟家裡的冰箱一樣 無漆不游 有便當 可能吃冷嘴 然後涼麵等等的 然後還有放一些菜 肉 它在擺放上 有沒有什麼大原則 有 其實冰箱上的擺放 一定的原則是什麼 會汙染的要放下面 會汙染 因為有的冰箱 它甚至不是玻璃 你知道嗎 它是格子對不對 對 譬如說你放一個肌肉 你把這個肌肉放在上面 它萬一那個滴下來 我們知道肌肉常常 還有很高量的沙門氏菌 所以你一滴下來 滴滴滴滴 下面所有的食物都汙染到 對 所以一般來講熟的放上面 深的放下面 比較安全的放上面 高汙染性的食物 就像這種生的 尤其是肌肉 這個比較適合放在最下層 所以如果大家已經 煮過 比方說便當涼麵 這個放上層就對了 對 因為它殺菌過了 菜這些原則上還是往下面放 對 因為它是生的 OK 好 如果說煮的 不管是一鍋湯或什麼之類 也是往上擺 沒錯 不過你要記得那鍋湯 還是要放到溫度 降到15米才擺進去 了解 因為湯裡面含有的水 水的比熱很高 所以你這個非降溫庫 是沒辦法應付那一鍋湯的 也就是說把太熱的東西 放進去之後 就讓裡面的整個溫度 產生變化 絕對超過7度 我跟妳保證 所以這個時候裡面新鮮的 原本魚肉或者是雞肉 可能會因此而容易 壞掉 所以就用電風扇把它吹涼 這是好方法 還有請教張醫師 現在一般人的冰箱 除了說冷藏 冷凍之外 還會有一格抽屜 通常這種抽屜 是要放什麼 像彭醫師你都放什麼 我都放芹菜 葉菜 因為就怕會跟其他東西 壓來壓去 它就是一個專門的 就是放芹菜 絲瓜什麼這樣 不過類似的概念 你要知道冰箱最冷的是 冷氣噴出來那個地方 對 上面比較冷 它下面的時候 溫度就會漸漸地沒有那麼冷 所以你一般來講 我們那個格子都放在最下面 因為你的蔬菜 並不需要太低的溫度 所以放蔬菜是對的 對 放蔬菜是可以接受的 蔬菜 水果 對 因為它並不需要很低的溫度 而且很多水果甚至 溫度低它會凍傷 所以你就不能擺在像這種 冷風出口的地方 反而會把它弄傷害到 這個東西是不能放來擺魚的 或者擺要解凍的魚 我今天中午要煮魚對不對 我今天先放 對 我想把它放在冷藏庫 讓它慢慢解凍 也不會長太多細菌對不對 這是錯的 這是不對的 因為 那不然該怎麼辦 魚 魚細胞裡面的冰晶會長得很長 最終會把魚的細胞刺破 魚肉的營養價值會去到三分之一 而且口感會大幅度的減低 那到底怎麼解凍 兩個方式 兩個方式 簡單一點就是說 如果你有微波爐 其實微波的解凍是快的 它速度快的 我舉例來講 像我們台灣不是是鮪魚大國 鮪魚解凍機一台幾千萬 裡面就是微波加紅外線 你可以用微波 第二個問題是 有些人會用什麼 直接放在連包裝不拆的情況下 流水 因為水的比率很高 所以它就會把熱趕快帶進去 OK 第三個是說魚比較適合 其他的解凍可以用解凍盤 可是魚因為它是一個不規則的表面 所以它跟解凍盤不能貼 所以它就沒有解凍的效果 了解 麗華你平常用對了嗎 我對了 因為我都用微波 用微波 因為我都是想要吃才做 江醫師你都沒有感覺對不對 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買好一點的冰箱就對了 其他就交給客人來做 好 所以我們今天提醒大家 其實在夏天的黑時間 原來跟這些細節都有關係 不然可能會被污染 這邊要請兩位醫師幫我們說一下 像一般的拉肚子跟已經 不太對勁 你一定得要去看醫生怎麼分別 大家都知道食物中毒會拉肚子 可是大家都不曉得 什麼時候要送醫院 像一般的食物中毒 如果一天只拉個五次六次 你會送去醫院嗎 不會嗎 大成沒關係 可是如果小孩子一天拉五次六次 你就要看他拉的量 你要看小孩子有沒有脫水 其實脫水很簡單 就像他另外講的 眼睛有沒有凹下去 嘴唇有沒有乾燥 小變量有沒有變少 對 如果說你在家裡面 讓他拉到脫水 你當然要送去醫院 要補充水分 另外就是如果已經 肚子脹有血變又發燒 這一定要送來 因為他可能就是已經有 敗血症的樣子 那個細菌可能已經侵入進去了 不是只是造成腸胃道的問題 他可能已經變成菌血症了 是 拉到脫水又抽筋 這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送醫院 但是我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說 很多人喜歡說 小孩子在拉肚子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媽媽就會說 弄點運動飲料給他 對 很多人都這樣 很多人這樣做好不好 其實請你先注意兩件事 第一個 運動飲料有沒有甜分 如果有糖分的話 它其實會增加 那個運動飲料的滲豆壓 你喝進去的話 反而更會拉肚子 所以你真的要補的話 請你補充 沒有甜的運動飲料 第二個是運動飲料 其實我們不是很建議 因為運動飲料裡面的 電解質其實沒有那麼的夠 像我們一般的小孩子 如果去拉肚子的話 我們反而建議 他去藥房買那個電解質水 再回來泡 那樣子的電解質補充 才是夠的 好啦 我們提到了 好多可怕的事情 那剛剛講的黃稻集日 到底有沒有 今天要來幫我們查一下 一定要有的 對